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然后说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宝马的展台 宝马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啊 今年呢带来了全新的概念车D 而且呢还有7系和i7以及最新推出的宝马的XM 但是我觉得这些车都没有一款车重要 接来咱们看一眼 那我说的最终帮的产品呢就是我身后这台宝马全新的iX1电动车了 那这个呢外观进行了一个全新的设计呢 可以看到其实它整个的线条会更加的有棱角 而且整个气场我觉得完全不输宝马的iX3 那现在呢只是一个电动的版本 那可以看到啊 现在的iX1呢 它的这个中网采用了现在宝马电动车上这种封闭似的 而且包括有很多菱形交织的这么一个设计 而且尺寸又进一步扩大了 这是宝马一贯的设计语言的走向 然后前面的大灯呢 和现在新款的宝马i3啊 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那是这种道的这种日元行车灯 所以看上去前辆更加凶狠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车身尺寸方面啊 它的轴距达到了2803毫米 虽然在轴距上不敌宝马的iX3 但其实它的内部空间是要比宝马iX3要大很多的 全新的宝马iX1呢 采用前后双点击的一个布局 最大功率呢 是313马力 最大牛距493牛米 而且呢 它还可以实现一个四驱的驱动 那它在徐洋方面呢 搭载了一块64.7千瓦时的电池组 徐洋里程啊 在410公里到435公里左右 那关于全新iX3的内饰方面呢 我们现在还没法进去去体验 但是我从刚才的看啊 包括还有之前官网上发布的这些图片呢 它里边采用了现在宝马全新的这套内饰设计 包括像是这个贯穿的这个屏幕 那它采用的呢 肯定也是ID8的一套系统了 然后还有像是这个小波片呢 这么一个换档呢 整个座舱的感觉呢 其实和现在新的这种宝马家族的其他产品是一样的 然后后排空间呢 我们现在也没法体验 所以从它的轴距啊 包括其实它电动的这么一个布局来看 我觉得后排空间可能要比现款的XC可能要更充沛一点 除此之外呢 其实关于全新宝马的XE的这个燃油版 它的信息还是没有公布的也不知道 最终会什么时候发布 我们也非常期待它燃油版车型的到来 好了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各种问题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